大家好,我叫琉璃桐 大家好,我叫赵锦贤 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说 我愿望的那个马小虎同学 一定是为有趣的人 平时马马虎虎考试笑和白虎 我们班的马小虎啊 怎么了 别人都管他叫小马虎 怎么管他叫小马虎 马虎呗,就拿这丝考语文来说吧 老师刚把卷子发起来 他就冲我打手指 干什么呀 借铅银呀 他的铅银呢 忘带了 好吗,这地形可真够差 我刚把铅笔借给他 赶快写吧 他又冲了打手势 又干什么呀 借橡皮呀 他的橡皮呢 也忘带了 好嘛,事工马虎的 这时李老师走了过来 马虎虎,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老师,我记下铅笔橡皮 那你的呢 我的忘书包里了 这是你的书包吗 老师,我早上起得急 把我姐姐的提包给拿来了 是够马虎的 是呀 像他这样考试 能考得好吗 考一下 置听写 李老师念红花 他写成什么了 青蛙 青蛙 那老师念小兔 他写成了小兔 那老师念花家笔 他写成了大圈鱼 大圈鱼 他把大鸭鱼 拼成了大年鱼 年字没学过 不会写呀 他就在纸上 画了一个圈 那个就是大圈鱼了 好嘛 他还真会联系的 接下来是造句 小马虎 看了一遍造句的词 他都饿了 这词是什么呀 马虎 用马虎造句 你说巧不巧呀 好嘛 他真够巧 造吧 马小虎 决定消灭 马虎的毛病 决心还真的 嘿 造完你再看一看 他写成了 马虎 决定消灭马小虎 老虎 看 你倒是此期 见他见他呀 最后一笑 是此与大佩 小马虎 看了一遍停 他又饿了 怎么又饿了 太简单了 那不就是鱼在水里游 鸟在天上飞 老虎被关在笼子里 我告诉妹妹 我告诉妹妹 去看电影啊 对呀 也得仔细点 小马虎 提里刚要写 这时候 我们班儿出事了 出事 小明把卷子交了 小明刁卷子 哎 这他什么事 嘿 你没看见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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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怎么写的 怎么写的 你写成了 鱼在天上飞 鸟在水里游 老虎抱着妹妹 去看电影 我被关在笼子里 还是够马虎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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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小朋友 非常精彩的相声表演 接下来上场的是 喜安